错了,中级的领导和审核人员及广大网友 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发布这条视频 郑重的向大家道歉,对不起,我错了 在唐山打人事件上,我发布了7条代表广大网民新生的视频 播放量高达400多万,扰乱治安 也得到了应有的线流和作品下架处罚 作为一个自媒体人,本应该协调平台 平息广大老铁的愤怒情绪 维护平台的公众形象 我却连续发布了7条不实言论的视频 简直忘了自己是端着谁的饭碗了 在视频中,我说当我们发现了一只老鼠的时候 应该想办法端掉它们的老窝 说实话,我没有养过老鼠 不知道老鼠是喜欢群居的动物 我不应该忘了,有个词叫蛇鼠一窝 更不应该妄想一窝端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其实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我为了拨眼球蹭流量,毫无底线 在我没有亲眼所见的情况下发布视频 仅仅是因为看了监控视频,我就不是人 这简直就是对老鼠的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官方给予我及时的处理后 我真不应该厚着脸皮进行申诉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我这就是人格的扭曲,道德的败坏 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经过一夜深刻的自我反省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错误 一弘扬社会正能量,忘记了实时务者为俊杰 二,煽动网民情绪 三,应该学会向拳钱靠拢 我在此保证,今后我将紧密团结在 以官方为中心的周围 高举记录美好生活的大旗 向平台优秀主播学习 多创作舞蹈类,文艺类,剧情类作品 学会喊大哥要礼物 学会扭腰晃定不如使命 为平台增光天才,增加收入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错了